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线上教室已经开幕了 如果你喜欢和我练习 而且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话 请到我的线上教室 去享受各种不同的挑战 我们第一个练习会是 十四堂经络英语家的课程 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你会体会到 长时间停留体位法中 带给你身体的好处 如果你不确定什么是 经络英语家的话 欢迎你到我的频道上 找英语家来练习 那这堂课程会是 比较系统性的练习 它会结合呼吸法以及冥想 让你的十四条经络 可以得到一个 很好的改善跟循环 接下来我也在筹备 我的冥想课程 以及其他的瑜伽 还有皮拉提斯挑战 欢迎你到我的网站上 订阅电子报 有订阅的朋友们 新课程开幕的时候 就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 那也可以收到 我在瑜伽旅途上 不同的分享 在这边也欢迎大家 把我的频道给订阅起来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都可以随时的练习 协助我追踪我的IG 我的IG会分享 我在这里的教学 以及欧洲旅游的日常 那我们今天要来练习 皮拉提斯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点辛苦 那如果说实在是太辛苦的话 你可以把次数跟阻数减少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来到我们今天的 皮拉提斯练习 首先我们先来到四组鬼子 我们先进行猫牛伸展 让你的双手打开来 与肩同宽 五指张开 手腕肩膀连成一直线 膝盖在你的骨盆正下方 我们深吸起来到牛 吐起来到猫 圆背 视线看上你的肚子 很好 再一个深吸起来到牛 吐起来到猫 感觉你的脊椎 一解一解 再一次深吸起来到牛 吐起来到猫 最后一个深吸 深吐 很好 让你的脊椎来到中心线的位置 我们接下来如果有手腕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随时回到坐姿 让你的双手指尖 胶叠手背 贴手背 手肘打开来左右两侧 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 甚至进行一个扭转 那现在可以跟我一起练习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到手肘 还有上背的力量 很好 我们换边 画园 好 将你的手抖一抖 好 我们来到四足柜姿 我们将你的右脚的膝盖离开地板 脚板勾勾 那记住腰不可以掉 所以你的手要推肚子要维收 让你的脚呈现在空中的状态 我们深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膝盖要来找你的鼻子 再一次深吸气打开 吐气 再一个深吸气打开 吐气 再一个 我们动作缓慢 但是感觉你的臀 肩膀 核心 一起 协作 再一个 好 慢慢将你的右脚 往前 来到 两只手的中间 然后让你的上半身提起来 上半身提起来 我们待会呢 要让你的身体进行一个扭转 但是请你保持你的脊柱延伸拉长 我们让你的手来到可以跟你的右脚连成一直线的位置 我们深吸一口气 让你的右手打开 很好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身体拉起来 呈现一个梯子部位 我们再一次往下 打开 很好 再一个呈现梯子部位 好 你要站稳 所以你会觉得你 如果你有点晃动的话 要将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前脚的臀部 然后还有你的核心 所以这个动作呢 不可以太快 太快的话一定会晃动 好 我们再一次 右手打开 提起来 很好 再一次往下 打开 提起来 最后一个打开 很好 放你的手下 很好 我们停留在这里 如果你的臀部很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稍微伸展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 要让你的左脚旋转 让你的膝盖跟你的脚可以连成一直线 然后让你的身体打开转向另一边了 那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要确保你的脚不要往内掉 所以脚是打开的 我们深吸气双手打开 我们深吸气双手打开 吐气的时候呢 让你的手 来到相反的位置 很好 深吸一口气 吐气 再一个深吸气 吐气 深吸 深吸 视线可以跟着你的右手指尖 很好 最后一个 核心可以协助你站稳 很好 让你的手解开 好 我们接下来要让你的左手来到地板上 右脚 指尖点地 确保你的左手跟你的左脚膝盖 还有你的右脚 它们都可以连成一直线 停留在这里之后 让你的右手举高 好 你的核心要协助你哦 我们接下来要让你的右脚举起来 很好 右脚 点地 很好 不用举太高 它让你的臀部一样高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超过你的臀 好 这时候你的左手左肩 还有你的下脚 再加上你的 侧外斜肌 侧内斜肌 还有你的 右大臀 都协助你的身体 看似简单 但是一点都不简单 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很好 我们让你的身体解开 我们换边了 换到另外一边的四足柜子 如果手腕很不舒服 就像我说的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动作 因为毕竟我们要做同样的动作 然后只是让你的身体 换到另外一边而已 好 让你的双手 五指张开 接下来 左脚离开 左脚板勾勾 腹部核心内收 手微微的推地板 但是骨盆不要翻开来太多 所以还要回来 在地板上 神吸一口气 吐起原背 膝盖去找你的鼻肩 再一次 深吸气打开 吐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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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慢慢的回到地板上之后 左脚往前胯 让你的上半身提起来 上半身提起来 好 这一次呢 我要加强一下我们的柔软度 以及我们的活动度 你可以选择 让你的右手在你的右肩 右手可以在你的左脚 可以连成一直线的位置 或者是你下去的时候呢 直接手肘下 所以你的手肘大概可以跟你的脚跟连成一直线 然后再把左手 趾高 好 每个人柔软度不一样 所以按照自己的状况来做选择 但是动作满核心稳定 好 预备好之后 我们要开始了 慢慢的让你的身体往前往下 你可以选择手肘或者是你的手掌 好 我们提起来之后往侧边 很好 再一次往下 因为你要稳定你的身体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全身的肌肉都在协助你 今天的课程可能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其实我的组术没有做很多 所以应该还可以 如果说你真的很受不了的话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来做决定 你会觉得左大臀 其实很酸 左肩也有一点酸 最后一个 很好 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回到中间的位置 让你的右脚往后 脚趾头 脚跟跟膝盖可以连成一直线 双手打开 尽量让你的脚不要往内 所以让你的脚膝盖对准第二根脚趾头 骨盆朝向正前方 深吸口气 吐气 很好拉回 吐气 想象后背有一道墙 你的身体是以着墙进行这件事的 最后一个 很好 让你的手 解开 左脚 伸直脚趾头 朝向前方 右手 掌心贴地 确保你的手腕 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让你的右手 膝盖 还有你的左脚 可以连成一直线 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 再让你的左手举高 朝向天花板 好记住你核心 还有侧腹的力量 深吸一口气 吐气 慢慢把你的脚举起来 很好 深吸一口气 点滴 吐气 继续 很好 让你的身体 慢慢的回到地板上 我们将你的身体 爬下来 爬下来 我们让你的额头点地 双手来到你的肩膀正下方 我们深吸一口气 慢慢将你的手解开 远离地板 吐气的时候 手推 再让你的上半身推起来 但是不可以掉下来哦 所以要手推地板 很好 再慢慢的回到地板上 额头点地 深吸气 双手离开地板 吐气 推 一定要有离开地板这个动作哟 因为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胸肌的部分 再一次 再一次深吸气 吐气 动作慢 深吸气 吐气 吐气 深吸口气 慢慢往下 吐气 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深吸气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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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你的身体推到 婴儿室 稍微休息一下 额头点低 吐气 好 我们让你的身体慢慢的连背 坐起来坐起来 好我们让你的双脚往前放 让你的脚板勾勾 想象你的脚跟会扎在地板上 所以你的脚其实左右都不移动的 上半身到打直 所以你要用你的腹部 还有背部的力量协助你打直 好我们让你的双手打开 呈现T字部位 深吸口气吐气的时候身体扭转 扭转的同时呢 你的脚部可以前前后后 要确保两脚可以连成一直线 所以我们再做一次 深吸口气吐气扭转 很好深吸口气吐气 再将身体拉起来 深吸气拉回 再一个 吐气 回来 很好我们接下来连续动作咯 深吸气吐气 深吸 再一个 大腿很酸我知道 好 记住要拉长 不可以拖背 最后一个 很好 让你的脚解开 手也酸 脚也酸 对不对 好你可以双脚屈膝 给自己拥抱一下 放松一下你的肩膀 还有你的大腿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传式 让你的身体往后 但是记得脊柱要延伸拉长 不要拖背 脊柱延伸拉长之后 再让你的双手往前 慢慢的右脚抬起来 左脚抬起来 来到传式 我们停留在传式 四 三 二 一 很好 再让你的脚回来 有没有觉得 刚刚大腿已经燃烧 现在大腿又继续燃烧 这就是我们要的目的 再一次双手 来到你的肩脚 给自己一个拥抱 好我们再练习一次传式 好记住哦 核心要收紧 双手往前 让你的右脚抬起来 左脚提起来 你可以小腿跟地板平行 停留在这里 五个呼吸 很好 再让你的身体回来 好我们接下来要圆背躺下来了 让你的身体 圆背一节一节一节 一节的躺下来 好躺下来之后呢 我们让你的左脚放在地板上 右脚伸直 双手稍微扶着你的脚 好 我们待会要有一个交换的动作 但是上半身要提起来 像这样子 再一个交换 身体稳定 上半身都没有往下哦 如果阻塑太多的话 自己把组数减少一下 最后两组 很好 让你的手拉长 脚拉长 感觉一下你的腹部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到侧腹的部分 继续加强我们前面侧腹 我们让你的双手指尖来到你的额头 来到你的耳朵两侧 不要抓在你的头后方 我们要有指尖 好我们让你的右脚抬起来 左脚抬起来 小腿与地板平行 我们深吸 口气 吐气 右手肘来找 左膝肝 交换 最后两个 最后一个 很好 让你的身体 回正 是不是觉得腹部有燃烧呢 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了 继续 我们将你的右脚举高 朝向天花板 右脚往前 就这样子 然后再踢下来 很好 吸气往下 吐气 吸气往下 吐气 吸气 好我们加上你的脚踝的部分 吐气勾勾 吸气 po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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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背腰 要贴满地板 最后一个 很好 让你的脚回正 有没有觉得大腿在燃烧呢 我们换另外一只脚 一样 我们直接先勾勾 深吸口气 直接往下 吐气勾勾 很好 吸 下背腰 贴满地板 很好 好,慢慢将你的脚收回 再一次双脚升级放松一下你大腿 有没有觉得大腿燃烧呢 好,我们休息完之后呢 让你的身体转向侧边 我们进行最后一组动作 我们让你的双脚交叠手肘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那记住肩膀不可以掉 所以手要推双手 右手来到你的臀部的位置 深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将你的臀提高 很好,慢慢的下 再一个深吸一口气吐气 提高 最后一个 很好,我们交换 交换 有没有流汗,我已经流很多汗了 今天的课程难度稍微比较强度稍微比较强一点 但难度没有很难 将你的手插腰 好,预备好之后 手肘推地板 深吸一口气吐气 很好,很好 好,我们将你的身体推起来 我们给大腿放松一下 让你的双脚 脚掌胶叠 脚根源离你的骨盆 我们深吸一口气 背拉长 吐气让你的上半身往前弯 额头要去找你的脚 停留在这里 好,再让你的身体拉回来 你可以将这支影片再重复做第二次第三次 完成三次的训练 它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堂课 你也可以去找我前面皮拉提斯的影片 将其他的皮拉提斯结合这一支影片来练习 这样子你也可以拥有完整的一堂课 不论如何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是练习完之后的感受 也欢迎你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或家人 我们下次见